苦尽甘来,这个词是我最目前这只胡人最好的表达,苦意味着连续今年的下滑趋势得到很好遏止。 甘讲的是对中现在有料机各不错的潜力股,且都很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 即便本赛季依然没有进入季后赛,即便目前看起来胡人年轻小江门的天赋值不如76人,凯尔特人以及森林郎,但苦尽甘来这个词依然受用。 虽然现在年轻的胡人一切都在朝好的方面发展,但想要夺冠或者具备夺冠的实力还需要时间的积累,正常情况下球迷和管理层都有时间去等。 但今下的胡人在有料薪资空间这个大前提下还会不会等很难说,毕竟能吃下两个巨星甚至是三个巨星,巨大薪资空间意味着你离巨星就更进一步,毕竟谁和闲也没有仇。 当胡人大概绿的到乔治这个助推系后,形态很容易出现失衡的心态,有料以后很容易得到二。 当你有料二之后,竟然都有贪婪和赌博的心理,就想得到三。 况且胡人手里的筹码也能让他们实现三的可能,在我们球迷看来应该等年轻球员的成长,应该走凯尔特人、曼亚巨星加钱绿谷的发展路线。 但问题是胡人不具有凯尔特人的选秀权这个有个优势,况且巨星出现交易的时候绿山军也会蜂拥而赏。 毕竟在NBA超级巨星始终是奢侈品的存在,当休赛期胡人得到乔治以后,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还想要第二个。 比如说小乔丹、曹欣斯,一旦胡人得到两个料,就像上面所说胡人势必会输死一搏想要第三个,这时候队内年轻球员就已显料,因为诺尔等到合同的存在,势必会搭一个年轻球员走。 如果真到料这步我希望是库瓷马、维石魔、道尔的组织和防守能力在联盟很难找到替代者。 况且其现在还获释新秀而已,英格拉姆的天赋和上线显然是目前胡人最高的,联盟有替代者,但基本上都是巨星级别。 至于库瓷马本赛季表现是很优异也有望成为球星,但库瓷马这样攻强逼手类型的球员,在联盟中还是很容易找到替代者的。 送走料沃尔等第三个巨星的空间就出来料,以上这种方案休赛期不是没有可能。 鲍尔、英格拉姆加三巨头的首发组合可以说一波巨针冠石力量,其次,对内的年轻潜力股也没有过多的损失。 对于这样的方案我还是可以接受的,毕竟胡人血液鲍尔,英格拉姆出自自家选秀,没丢还有夺冠石力。 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